7月1日晚,一些极端激进分子借口反对香港特区政府有关条例修订,以及为暴力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,肆意损坏立法会设施。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凌晨4点,连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,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会见传媒,强烈谴责极端暴力行为,7月2日下午。 环球时报、环球网记者来到立法会大楼附近,看到清洁工人在清理示威者张贴的标语。 立法会大楼外墙的玻璃很多都被砸碎,一片狼藉。警方拉起了封锁线,各国媒体记者仍然在附近拍摄一些立法会被破坏的情况。 很多前来围观的市民都摇头叹息,感到痛心。 现年70岁的香港人陈先生对环球时报、环球网记者表示,看到这一切以后感到十分痛心,十分难过。 他认为年轻人使用暴力,这会让他们自己毁了自己的未来。 他说,自己也是看电视才了解到,怀疑有的人另有目的,做出一些偏激的行为。 以前这里非常和平,没有暴力事件发生,也没有任何意外出现。 我觉得事件是有系统的有组织的行为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